為了阻擋破壞環境的開發案 民眾跟環保團體常選在環評審查時 前往環保署抗議 要環評委員否決 反而不是前往推動開發案的經濟部 或國科會抗議 為了讓這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也該負起面對民眾的責任 環保署打算修法 要讓這些主管機關的副首長 也來環評專案小組 擔任共同主席 環保署強調開發案最終還是要送到環評大會決定開不開發 因此專案小組主席並沒有否決權 不過環保團體質疑 一旦這些贊成開發的主管機關擔任主席 可以主導審查的密度跟速度 出審時想讓開發案隨便審審或快速通過 都有可能 因此反對修法 其實主席很多時候他是會去引導會議的結論 那我們怎麼樣如何去避免這樣的狀況再產生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律師詹順貴認為的確要讓主管機關負責 所以應該修法要求他們要好好面對社會 說明支持開發案的理由 並擔保環評書件的正確性等等 貿然讓贊成開發的機關代表當主席 恐怕還沒負到責任 就先增強了他們的權力 記者有林前面陳昌回台北報導 台北報導 臺灣